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世间所有的教导都可以包含在这一个教导中 无常 无常和耐心的安忍 这就是如何去接近佛陀的教导 无常 世间一切都是不确定 一直到我们能见法之前 我们必须要有耐心和毅力 我们必须忍受 我们必须放弃 我们必须锻炼勤劳和忍耐 我们必须锻炼勤劳和忍耐心 一击忍 我的理解是 基督教的老师们是慈爱的 舍离和悲悯的 是别人如己的 牺牲的 不执着的 和许多佛法的基本道理一样 对我来说 他们庆祝圣诞节 那看起来很好 尤其那是一个给予 宽容和爱的节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我们谦逊并放下己见 纵使人多 也能合合成 如法的身团 佛陀教导我们 要甘于平凡与平淡 如果我们不在这一方面留意 而自认为比别人强 高尚或特别 各种迷惑就会生气 第五分次 吻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事实上 人类并没有什么 无论我们可能是什么 那也只是在外表的领域里 如果我拿掉表面 见到超越 我们了解并没有什么在哪里 只有普遍的特性 出生 变异和体面 就只是这样 修行的本质是去观察动机和审视心 一 你必须有智慧 不要去分别 如果别人不一样 别烦恼 你会因为森林里 一棵弯曲的树 高度和直度 都与他数不同而懊倒吗 那是很愚痴的 二 别去衡量别人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不需要去承受希望改变他们的重担 如果想改变任何事物 就去改变你的无名 成为智慧吧 成为智慧吧 当他们的信领成熟时 自然会来求法 四 没有在修行的人 就如同仍然青涩的果实 我们不能强迫他们成熟 我们不能强迫他们成熟 甜美 就顺其自然好 只要宣传我们的料理就够 当有人生病时 自然就会过来 有些修行人喜欢争论禅法 戒律与止观 别和他们争辩 我从不和人争辩 我做我了解的修行 别人相信什么是他们的事 不要大惊小怪 我照自己的方式修行 如果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尝试 我无法强迫你们 如果你们感到好奇 就得自己去寻找答案 否则争论将没完没了 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定决心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方式修行 因为我并不是在寻求这类的事 不论他人做了什么 都是他们的事 到其他寻求这类的事 别人修得如何高或低 别人修得如何高或低 不论争论